LONO 日前爆出多起性侵事件 目前案件也已经开始进行侦办 引人注意的是 2013年LONO曾参与演出 当时相当火红楼上剧 终极一般3 担任该剧化妆师的施千云 近日指控自己当年被对方尾随进厕所 还被对方强吻 乱摸大腿和胸部 当下非常害怕的他 先是假装顺从 随后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防身用 手电筒电击棒 电了LONO后才赶紧逃离现场 消息一出让不少网友直呼 真的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通道